那今天晚上的話我們講著就是除了Michael以及說聲歌之外 另外還有那個蔡坤林的前輩也到 那我們待會就請這三位來分享一下在過去這段期間白色恐怖 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歷史 然後它造成一些什麼樣的傷害 有哪一些還沒有被呈現在目前眾人所瞭解的一個範圍之內 那我想透過現身說法的方式讓大家可以瞭解當時的歷史 那個另外的話因為聲歌這邊有一本傳記 那原本的話是今年世界人權日就是12月10號要出刊 但是稍微一點延後 那目前的話是有先做一個預購 所以大家待會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到櫃台這一邊 那這邊會有一個預購單 每一本書都會有聲歌的簽名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先在這邊先留 那個書架是250 並且有包含說會郵購的那個部分也包含在裡面 或者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到成城基金會去親自領取 順便看一下成城當時的一些故事這樣子 好 安律師哥先麻煩你開箱 今天真的是非常開心看到這麼多年輕的朋友 以及是關心這個議題的青年朋友們以及我真的是很開心 今天非常抱歉 因為本來今天算是說本來是他們辦這個今天算是一個簽書會 可是剛好我的書因為在審查審核當中 所以很多地方不至於很完美 所以是要延到下個月才能夠出書 這點先跟各位抱歉一下 今天我最要感謝的是除了你們這群年輕人以外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我本身是馬來西亞人 我在馬來西亞沒有機會看到這樣子的狀況 這麼多年輕人對現在這個社會這麼關心的 真的是很少 少之又少 但在馬來西亞這個社會裡面 同樣地浮現出一些像類似的一些事件在馬來西亞發生 所以但是我很遺憾的 我沒有這個能力去回到馬來西亞替他們做一些事情 可是我願意留在台灣 替台灣這些年輕朋友們 甚至替台灣這塊土地做一些我應該做的事情 今天我能夠站在這個地方 我非常要感謝的就是 站在我身邊的這位林志祺教授 在我的事情 當我做完12年牢以後 我回到社會上 我的全心全意 我是希望是把這個故事把它忘記掉 把它埋藏在我的牢深層的地方 不想再提起這個過去 這種痛苦的一些回憶 可是因為我在2009年 2009年的時候 忽然間在一個不知情的狀況 就收到了 接到了麥克林教授的一個一通電話 這是那時候翻起了我一些回憶 可是那時候我真的是不敢 也不願意站出來 因為每每提到 這是過去的往事的話 會帶給我非常痛苦的一些後遺症 所以在之前 我的人生已經過得非常的愉快 因為我忘了這件事情以後 我全心全意投在我自己的人生規劃當中 所以我也造成了我自己想要過的一些生活 可是在麥克林先生 林教授多次的一些指引之下 我不得不站出來 因為他給我一句話 非常重要的一句話 一直都在我的心裡面發酵 但是他第三次電話來的時候 我就說 依然間來說好吧 那就說 僅此一次 我一一接受 他帶了一些正大的學生到我家來訪問 我說僅此一次 可是當時那時候我所談的東西 有很多都是保留的 我保留了很多款的東西 尤其是一些吃通老心的一些事情的話 我都不願意去做出來 所以他們第一群人來訪問我這些人 所得到的資料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可是再怎麼說 我非常的感謝 因為有他說我今天站得出來 如果是沒有他 我今天可能也不會站在這台台上 更可謂分享我的過去的過去的往事 因為我記得我還記憶猶新 當時當他們訪問完了我的故事以後 雖然是簡單的訴說我的生命故事 可是我幾乎有大概一個禮拜到十天的時間裡面 我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這些東西每一句話 幾乎都會刺痛到我的心 刺痛到我的神經 讓我每每晚上只要蓋上眼睛一閉傷的話 這些情景就會出現 可是很有很巧的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因緣 在他結束之以後 我只說僅此一次 沒想到後面就繼續追悠 不曉得怎麼 不曉得是不是你透露出去的 那來到人權園區就發現了我的故事 就由曹慶榮先生來第二次訪問我 從此我的分享就沒有斷過 一直到2009年到今天 已經是幾年了 七年 我在對年輕朋友 在社會各個角落裡面分享的次數 將近超過一千 應該是已經超過一千次 可是很抱歉的 我沒有打任何的稿 我所講的話都是從心裡面講出來 想到什麼 說什麼 我這本書裡面所闡述的東西 如果跟人家進一步了解我的故事的話 我這本書算是講得比較清楚的 很多地方我都保留在 我在跟同學們分享的時候 有些地方我沒有辦法講完 因為我的故事雖然不是你們所想像的 那些偉人的故事可是對我來講 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我多年來一直想把這些事情記錄下來 可是我一直沒有辦法靜下來寫 每一次寫到通苦之初的話 我就寫不下去 剛好因為有一位學弟 也是曹慶榮先生 他非常有心地想把我記錄下來 所以很多比較沉通的一些故事 都是我用口述的方式由他記下來的 否則的話 要我寫下來真的是非常非常難的這件事情 這本書 我不記憶它能夠帶給受益什麼樣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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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好的 一個影響 可是至少對我來講 我了了一張心意 最少我在我的人生當中 我遇到這麼多不人道的待遇以後 我能夠把我的記錄留下來 讓我的子子孫孫 讓對這些有興趣的人能夠了解 能夠知道當時那個環境之下 為什麼一個這麼單純的一個 從馬來西亞的一個橋上 會發生這麼不可思議的一些事情 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一些故事 其實我的故事非常單純 今天我剛剛才跟一個大陸來的學者 有個大陸來的嗎 剛才聽說有個大陸來的嗎 有個大陸來的學者 剛剛跟他分享過他的故事 跟他分享我的故事 他也非常非常有興趣 他也希望說二十年以後 他也希望我們能夠到大陸去 由他們來分享他們在大陸所發生的故事 我說我們衷心的期待 大陸有一天像台灣這樣子 能夠用政府的錢設立一個機構 讓我們隨心所欲的談一些 對我們過去一些 他們對我們所造成的一些被悲慘的故事 我相信我在這方面來講 我確實是我要感謝台灣政府的心胸 他真是很寬闊 能夠讓我們在這麼一個特定的地點 講我們的故事 在很多很多的地方也許很難有這麼一個機會 可是在台灣他做到了 我簡單的介紹我自己 我是馬來西亞喬生 我是1967年來到台灣 我是1949年生 生在馬來西亞窮鄉僻壤的地方 可是我來台灣之前 我對台灣一點點認識都沒有 就是因為一種非常錯誤的應言之下 我隨著我一個同學 我高中的同學來到台灣這塊土地上 那我一踏下了飛機 走出了飛機場的時候 我失望的那種感覺是非常非常榮厚的 可是因為來到了這個地方 我也期待能夠回頭 可是我家裡的人說不行 你既然來到了 花了那麼多飛機錢來到這個地方 你就必須給我留下來 就因為這種應言之下我留了下來 憑良心講 在留下來的三年多被處置前的話 我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 在台灣社會裡面有感覺 台灣真的是非常善良 人民非常友善的一個國度 而且它那個氣候的方面 對我來講都非常非常有吸引力 所以我留了下來 一直到1971年的時候 發生了我這件事情以後 我才開始對這塊土地 談起了另外一種變化 我不是說對這塊土地 有任何產生負面的想法 其實我是對指責者 真的是有一種非常非常不能諒解的一件事情 1971年的時候 我真的是大三 我是台南成功大學的學生 我的前途正看好了 我也已經規劃好了 我的未來要做些什麼事情 要做些什麼事情 一切都已經規劃得非常完美的時候 不然間有一天我的生命 我就做了一個180度 可是說是360度的轉變 在無疑警之下 我就被一個調查 所謂的中華民國的調查局的人 把我騙上了車 送到台北來 經過哭刑 鞭打也好各種不正當的 不人道的手段之下 把我擠壓變成一個共產黨員 剛開始的時候 很奇妙的 如果書上如果有看到了 其實我的安全非常非常的曲折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它並不是以這個東西 這個共產黨來懷疑 它是以 在當時1970年時代的時候 有一個台南美國新聞處 爆炸案的事情來逮捕我 它懷疑在美國新聞處的爆炸案 是我去做的 所以我安排去做 所以它以這個來逮捕我 結果經過酷刑倒打 大概三到五個禮拜之後 發現這個事情並不是我做的 這件事情後來是由李敖 跟謝楚明他們承擔起來 照道理 身為一個馬來西亞僑勝 這個案子已經明朗化了 我應該放我回去成功大學讀書 其實他沒有 他還是用騙的方式 他還是說我要放你回去 可是他把我重新把我關到了看守所 就是所謂現在的景美園區 在那個地方裡面 他又另外設計的 設計一個更荒謬的一個案子 所以今天有些馬來西亞僑勝在這邊 那個學生在這個地方 他應該很清楚 當時他就是說我在高中一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我才十五歲 那時候說我參加了在馬來西亞參加了共產黨 然後賢命到台灣來 想辦法玷顧台灣政府 這個是非常荒謬的 我唯一的證據也就是這個地方 我的行求的部分的話 你看到書應該可了解 我不要把書裡面太多時間跟你講 講了你們大概就不會跟我牵手 希望各位能夠捧個場 希望能夠在這個地方 能夠帶來社會上一些比較不一樣的一些感受 我的書裡面不單是我 你們有很好的序文 序文都是這幾位前輩 我非常尊重的前輩們所給我寫下的 他對我的人生的看法非常有意義的一本 有意義的序文 不是書 書本身沒有什麼東西 他的序文寫得非常非常容易 我感動 我從 背 我有 林思一 不是林思二 對不起 我應該要找他 今天我非常非常的抱歉 我沒有找他替我寫序文 我的序文是那時候我沒有想到 應該要由他 因為我哪在想 在我印象中 因為 我由這 我記得他 他身體並不是太太什麼 他 勇敢 所以說我不敢來 後來是謝華妍老師幫我寫的 北部是謝華妍老師 然後南部是我成功大學的兩位教授幫我寫的 然後東部是那個動畫大學的陳晶晶老師 然後我最尊重最看重的兩片戲 是有兩位非常資深的 對我非常非常好的兩位前輩替我寫的 一位就是蔡坤林前輩 一位就是在園境裡面是可以看到的 郭正淳 郭前輩 這兩位前輩對我來講 在我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他不但給我很多的指示 給我很多的關懷 也給我很多的支持 我今天能夠站在這個地方 勇敢的把我的故事說出來 也因為有他們 才給我做榜樣 我才願意站出來在這個地方講我的故事 講故事容易 可是講自己曾經受過的痛苦 是件很不容易的這事情 今天你看我好像 謝謝大家講故事 其實每一次講故事 雖然講了一千遍 可是心裡面 每次提到往事 都會像心裡面的先生 像糖學一樣 真的是非常難過的一件事情 我今天最重要的任務 我最主要任務 我65歲就退休 我在這個領域裡面 我希望我能夠 因為我身為 雖然我不是身為馬來西亞 我是身在馬來西亞 來到台灣這塊土地上 但是我深深愛上這塊土地 我雖然不是土石土長的台灣人 可是我深愛著這塊土地 因為我在我的人生規劃之中 我已經在我的職業生來中 我已經跑遍了三四十個國家 每三四個國家裡面 每一個國家 我都會大致上會了解他們的國情 對他們的 所以最後我還是選擇回到這塊土地上 因為我覺得 我永遠都覺得 這塊土地在我來到台灣這幾年裡面 除了那十二年加三年的流浪生活以外 其他的台灣這塊土地給我的 確確實實比我所想像的的多 也比我被國民黨剝奪的 十五年的那些 歲月要來的 進化要來的好 所以我很希望是說 在我有勝之年 能夠在這塊土地上 能夠回饋到 給這些 尤其是這些年輕一輩的學生 尤其是希望能夠看到 年輕的學生能夠站起來 結束我們 再為這塊土地來奮鬥 這是我所想的 今天我所講的 大致上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就大概講到這個地方 我的故事 就給各位 翻開書本上 好好地去欣賞 我好想講太多也不計時 但是 我希望是各位 能夠認同這塊土地 在未來 在你們的人生規劃之中 能夠知道 這塊土地是你們土生土長的 而這塊土地帶給你們的是什麼 你們是要好好地引進自問一下 得到的多還是得到的少 為什麼你們要替它 為什麼我願意站在這個地方 為這塊土地奮鬥 我希望各位同學 各位年輕的朋友們 你們也應該能夠像我們這樣子 我們是年紀都很大 能夠站在像我們這樣子 能夠踢這塊土地發生 能踢 不但是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全世界的人民 受苦受難的人民 能夠發生 能夠支持他們 能夠有一天 這個世界上能夠平和 台灣能夠 所有的台灣人 能夠更和平地活在這塊 快樂的土地上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謝謝陳哥 來 接下來想請蔡坤寧前輩 再幫我們說明一下 前輩的話是 我沒有記錯是高中的時候參加讀書 後來被誣陷是讀共產主義的書 然後因此而入獄這樣子 然後那一段說 前輩好像有到過綠島 有在過綠島 那我想說就請前輩稍微分享一下說 當時的那一段 整個社會的氛圍 那 關於說整個政府是如何去對待這些思想犯 他們怎麼去裸罪 這些相關的一些過去的歷史 各位好 我是蔡坤寧 今天能夠站在這邊覺得很榮幸 但是那其實今天沒有我的事 因為我今天是來聽我的這個 麻吉麻吉的朋友 這個陳先生前輩的 還有我所尊敬的一項尊敬好幾十年的 麥克老師的演講的 可是麥克老師請我喝一杯那個拉鐵 我覺得不需要講話 那麽我給各位報告 是我今天來當他的保鏢的 你別看我是好像已經老了 那個 那個蠻瘦的 但是我在里島 我練了這個百般無異 所以如果這個熱心的這個粉絲 誰敢來抱他 來親他 我會當勢 以上我的報告 謝謝 雖然兩位前輩都有保留 但大家待會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盡量發文 那我們請麥克老師 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蔡昆寧前輩 因為你沒有看到他的資料 各位回去問一下你們的父母親 看是不是小時候讀過一本書 是當時小學生的啟蒙雜誌 叫做王子雜誌 回去問一下 那是蔡昆寧先生辦的 另外還有一個東西叫做紅葉棒球 燒棒隊 台灣的棒球運動是從那時候開始 也是在蔡昆寧先生的手上 開始搬起來的 第一次把那些小朋友從台東 送到台北來比賽的就是他 這是對蔡昆寧先生 一聲那麼精彩 一點點簡單的介紹 各位可以繼續去找尋他的資料 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先生 陳先生 他是我採訪過 數十位白色恐怖受難前輩裡面 最冤枉的一位 一個毫無關係的路人甲 被那麼兇殘的 把他關了十幾年 兩度要把他弄死 第一次說他是暴力犯罪的 那時候兩件凶案 叫做台北美國銀行爆炸案 跟台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 抓了很多人 那個相關資料應該可以找到 那陳先生因為在 陳大念書 那麼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英文程度很好 所以他經常到美新處去 閱讀 美國報紙 其實在我們那個時代 你如果需要那些資料 很多人是要定期 每個禮拜或是每天 到美新處去讀那些報紙 他去讀 那我覺得 國民黨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 他把所有懷疑的人 都會抓起來的 而且不會很客氣 那個案子後來 牽連的大概有三百人 我去採訪過其他人去 像他講的 當發現他不是 顯示牌應該要送他回去的時候 對國民黨來講 那是不可能的 我送你回去 我面子擺哪裡 開玩笑 對不對 只好再把他關起來 結果很簡單 你從馬來西亞來的 我一口咬定你跟馬共有關係 完全沒有辦法 你一定是馬共 派你來 根本不需要其他的罪名 就可以繼續把他關下去 所以一個無辜的路人 在金美幹所所 他只好跟所有的 共產黨的政治犯 台獨的政治犯 都變得很好 因為他是 裡面最沒有 李海關的 所以他是一個 我沒有看過一個人緣那麼好的 政治犯 幫每一派的 都非常好 就是他 那他的故事我們待會兒來講 我先澄清一件事 第一 我不是教授 我是先生 第二我想稍微講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 很多 同學們覺得說 你們跟那個時代有距離了 所以很想來了解 那個時代發生什麼事 其實不是這樣 即使是 生活在 跟 兩位先生同樣時代的人 也不一定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在1950年代 因為 那些前期 經常槍斃 所謂 特別是跟 中國共產黨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 相關案件的人 所以那些槍斃的新聞會 會露出 到了60年代 70年代 共產黨的控制已經很成熟的時候 基本上的反抗是很零星的 是奇異分子的零星反抗 那些反抗 根本寂寞式而人不知 沒有人知道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不是你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他同時代的人也都不知道 這些事情 到 這些事情 在初級 只有少數的一些文獻 可以看得到 或者少數人 透過藝術創作的方式 用小說呈現 譬如說陳映珍寫過 或者說台南的葉石濤寫過 因為他自己有被逮捕 坐牢的經驗 之後呢 要一直到兩千年左右 譬如說 轉型 政治轉型開始運行 那國民黨的勢力開始退潮之後 才有機會 把這些事情 從 陳通的檔案挖出來 然後漸漸的我們才能去 採訪當事人 因為白色恐怖一般被視為是 跟共產黨有關 所以在 整個 反共教育的時代裡面 六零年代七零年代以來 所有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即使是已經釋放了 也是晉升的 他們也不敢讓人家知道 那 一直被汙迷化了一輩子 這些事情多到兩千年之後 才漸漸的得到平凡 所以 大家不要覺得說 我們 那麼短的歷史都不知道 其實不是這樣 真的 連當時的人 你假苗用人抓去 你也不敢去問 沒有人知道 發生什麼事 這是第一件 大家可以放心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說 如果你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體會白色恐怖的恐怖的話 那麼 我特別注意到說 今天有幾位高中 高中一年級的同學 那我算了一下 他們大概十五歲 十五歲 很多人被抓的時候是十五歲 在那個時代 那我記得蔡棍林先生 講過他的同案 看到被槍斃的年輕人 好像只有十六歲 還是十七歲 是你看過最年輕的小孩 小孩子 照樣被幹掉 這就是 你必須面對的事實 我們曾經在這個島上 發生過害人聽聞的 一段非常非常可怕的故事 就像你現在看到 就戰爭的死亡的規模來講 那你不能拿伊拉克現在的 敘利亞現在的狀況來比 那差不多就是那樣 你可以聽過中國的秦城監獄 在台灣就是綠島 秦美 這些地方 從兩千年以來 相關的資料不斷地出土 很多文獻也被送到國家檔案館去保存 那開始有很多人就調出來閱讀 另外呢 我們也盡可能的動員很多人去 訪談 倖存的政治犯前輩 他們年紀都很大 每年都在減少 數量每年都在減少 那 有很多人做了很認真的採訪 也留下 豐富的影像跟文字資料 這些建議都會整理 然後 會 Publish 所以大家可以從那上面去體會 那另外我覺得這幾年 因為有這樣的緣分去認識幾位老先生 老太太 然後 做了一些事情 我覺得 在這裡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們做這些事情 從轉型正義的角度來看 除了是尋找真相之外 我覺得有一個更深刻的意義 就是說 一種 療癒的社會工程 所謂轉型正義 就是說 當 那段黑暗的日子過去 新的時代開始了 它創造這種機會 讓我們回去看 以前不敢看 不敢相信 甚至不敢探論的東西 去確定說我們不會再犯同樣的事情 並且 希望 把當年造成社會嚴重裂痕的那種狀況 然後漸漸的 用新的力量去迷平 那麼 這些迷平 很重要的 但是很難處理的 就是 創傷 個人 以及社會的集體創傷 你找尋找真相 並不是那麼困難 很多東西 有留下證據 留下證人跟證言 但是創傷要怎麼辦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後來 很不小心 發現了一個半段 開始的時候 我去採訪這些前輩 前輩大概大我20歲到30歲 大我一輩以上 那 申哥比較年輕 他大我4歲 不是 不是說他年輕 我也老了 所以 我去跟蔡先生訪談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他說實在我聽得懂 他偶爾會用日語的單 他有時候會用日文的單字 我也略略聽得懂 他用比較古雅的台語 我也聽得懂 那後來 那是2001年 二年左右的事情 後來採訪申哥已經到2009 是另外一個 真相 TRC 真相 年輕真相 調查委員會 那樣子 我市裡頭的委員 我們 讓幾個老師 帶年輕的同學 去採訪政治法 而且是地膽式的發問卷 就是誰願意接到採訪 我們就去 那個時候 我看著那些 18、9歲 大一大二的學生 跟我去採訪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這些採訪的時候 我不做 讓那些小孩去做 可能那些老先生講不下去 因為他們都聽不懂 小孩聽不懂 因為那些小孩做完 那個 聽完那些老先生的故事之後呢 回去要寫竹字稿 那竹字稿寫完以後 那說 讓我竹字改 那我幾乎是從寫 因為 他們真的聽不懂 不過我舉個例子來講 很簡單的例子 有一位老先生說 這就跟那個 上海的大學生差不多啊 你們聽得懂嗎 那個 文字來了 竹字稿來的 上海的大學生 我想 我如果不再聽聽一次 上海大學生說話就這樣子啊 可是不是 他說 上海的杜月生 那你們知道杜月生是誰嗎 他也不知道 那這位房仲說 如果這樣 我有責任 聽故事 因為 老先生 很多人很難用中文再把它 或是寫下來 那有能力 再用日文寫的也越來越老 甚至就不見了 那時候很擔心 可是後來呢 有一種狀況讓我覺得 其實我那個擔心是錯的 因為 我們在2000年之後呢 就開始辦一種活動 就是到 白色恐怖發生的現場 白色恐怖的處置 譬如說綠島 綠島在那個時候 要把一個 最早的 關押政治犯的 叫做 新生訓老處的一個集中營 把它毀掉 要蓋發電廠 因為 有五星級飯店要到那裡去進駐 然後 需要那個發電廠 以便他可以辦賭場 那 被發現了 大家想辦法要阻止這件事情 因此我們 一個團隊 去綠島很多次 然後漸漸的我們 受到委託 要來 採訪當時政治犯的故事 那也是我 聲明第一次接觸這些 還活著的 老的政治犯 不久之後呢 我們 想到一個 很有意思的活動 就是說 如果我們 在綠島 辦一種營隊 請幾位老先生 回去現身說法 然後 帶四五十個 五六十個大學生去聽 然後再有一些 中生代的老師 去講解分析 這樣的話 那個團隊 可能會很有意思 那我們就出去募款 那政府要一點補助 然後我們就辦了 就帶了 譬如說 五十個學生 五六個年輕的老師 那八到十位 當年的 政治犯前輩 就去了 去了 然後讓大家在那裡 過三四天 整天在一起的生活 聽故事 他們 帶他們 帶學生走過 那個 當年他們被關押的地方 有些人是還可以 指出他坐的房間 他坐老的房間 他們當年的活動 出去挑水 挑糞 養豬 在那裡 自己做 自己做 做一套 在那裡辦康的活動 一個一個地點 指出給那些小學的物體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很像 如果在座有幾乎讀的話 很像說有人把 手拿給你看 這是十字架的平衡 你就會相信 老先生呢就是可以把手伸出來 這就是我的指甲 當年被拔掉 我覺得那個震撼 很強烈 然後我發現說 原來 四五十年來 因為政治情勢而被噤聲 的這些前輩們 看到 身邊第一次有 那麼年輕的小孩 坐在他面前 願意聽他講故事的時候 他就得到解放 多年來的冤屈 漸漸的在那個場合 釋放出來 之前 你做所有的補償 所有的名譽恢復 都沒有那些小孩的眼神 來的有力 來的更像一種救贖 所以我們連續 在折瘋承基金 要辦了很多 其實剛剛那個 多謝阿伯就是 成人基金會的執行長 到現在 一直還在 站在那裡 龍山來討解 大家兒樂一下 龍山打 各位 每年暑假前後 暑假之前 就要去看 成人基金會的網站 如果你還有機會 能夠報名報得成功 到綠島去過四天 跟幾位前輩在一起 還有老師在一起 你的人生 會徹底的改變 記得啊 記得找龍山 找成人基金 所以呢 當我發現說 這些老人家 看到第二代第三代的年輕人 願意聽他講話 而得到救贖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那我們再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這是一個有意義 而且值得繼續做的社會工程 那2009年 我去找 森哥的時候呢 森哥是亂槍打鳥 他自己回應說 他不願意接受採訪 心裡可能有點猶豫 或是覺得 天到了 我們就去了 我帶了 三位 十八歲的小孩 一位女生 念的是社工 我說你們為什麼要來 看一下這個活動 他說 我們是社工 我想知道怎麼關心這樣的狀況 我也覺得你很勇敢 那些節目都聽不懂 他這一生那小孩子 十八歲 他這一生學的東西 完全跟這個無關 我相信他們完全聽不懂 我就帶了三隻小鳥 去看他 因為我一直念 不要啦 你不要叫我講 我講我哭過去 我就睡不著 我就睡不著 一直唸 一直唸 我就睡不著 我說沒關係 你講看看 等到他講過 講完以後 我就跟他說 下個月我們會辦這個活動 你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他就去了 我就知道說他已經開始走向 自我救死豬的植物 他知道 看到那個年輕的小孩的眼神 他知道他會得到安慰 第一是三個 第二是五十個 再來呢 他會去你們 有沒有成道的學弟學妹 有 七八個 他好快樂 就這樣一年一年 然後沒有多久他就說 他就發現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這個 景美園區 他住的不遠 他就自己去當志工 一直到現在 所有的事情 每一避避 誰都願意得到 活在這種救贖的幸福裡面 不是他後半生的固執 我很高興可以參與 謝謝麥可的分享 接下來我想就把時間先給大家 那看大家對上面上面講者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以提出問題 那來請他們來給予答覆 這樣子 那現場有沒有人有問題要先提問的 都沒有 剛才麥可他有提到說 有那個成文成績基金會每年會固定會辦一個活動 會再招募說 會再招募說 有年輕的同學看有沒有意願到綠島參加一個活動 去了解白色恐怖時期當時的一些過往 以及到青森到綠島當時去看當時的環境 這邊的話我想請龍山來幫我們說一下 至少說明一下說你們這幾年辦下來之後 在這一邊同學的回饋 那可能你們今年 明年大概什麼時候想要再去再辦這個活動 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怎麼參加 大家好 我在重文成績基金會服務 我叫龍山 然後我就簡單講一下那個基金會 就是每年會在綠島辦營隊那四天三夜 明年預估大概是7月24日左右 然後我們希望就是跟著年輕的朋友們 然後跟著政治受難者的長輩們 然後還有一些人權工作者 然後一起到綠島去 然後了解過去發生在綠島的一些歷史 然後年輕的朋友們可以在那邊了解說 長輩們過去的人生經驗 然後也可以想想看台灣未來的怎麼走這樣子 然後同學們的回饋是很多 那比方說像今天很多工作人員 現場的志工們都是過去基金會營隊的學員 然後我比較不會講話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到那個基金會 對我們有一個那個青年 我看一下 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的粉絲頁 或者是你找 Green Island Story的 點Blog的這個網站 那學員的心得都會放在上面 然後有什麼事情 其實大家可以問我 然後會後再說 所以今天其實主要是聲歌的時間 那我們比較想多聽一些聲歌的心路歷程 對 對 對 好 等一下 好 底下後面 謝謝 謝謝 既然剛剛那個Michael大哥有提到營隊事情 那我想問陳青森先生 還有那個蔡坤林先生 兩位前輩 就是在這樣的營隊裡面 因為剛剛陳青森先生提到說 每次回去講這個故事 其實心裡都是很痛的 但是你到那個到綠島那個現場 還有您現在在景美人權園區 那個現場是您 當年有過這麼深刻的一些經歷 那您要在那個地方 在帶領這個新的一代 然後告訴他們您當年的經歷 那個環境 那個現場 我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您每次在又重回那個現場的時候 講這些故事的感受 當下的感受是如何的 那這邊 前輩 德九輩請問 的確 每次 雖然是我已經出來分享 已經超過 可以說從2009年到今天 這已經超過很多次 可是每次到了特定的地點的話 我都會那個心裡面 都會有種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感覺 可是剛剛你講到了嘛 麥可也提到了 其實這個講故事 雖然是痛苦的一件事情 可是對我來講 經過這麼多次的講故事以後 我會發現我每一次講故事 我心裡面的痛苦就會減少一份 雖然是這樣子 可是那個記憶是永遠沒有辦法忘記的 那種東西回到家裡面 他還是會想 不會像以前剛第一次出來講故事 初期出來講故事這樣的痛苦 要講這麼多的噩夢連夜 現在已經不太會發生了 像在軍美園區來講 最令我難過 最令我感觸的地方 就是到軍事法庭 軍事法庭每次 不管是國外的訪客也好 國內的中小學生 或是大學生來訪的時候 我們每次進到軍事法庭的時候 那種感覺都是會不一樣的 可是很奇怪的就是 每次軍事法庭 這些導覽的年輕的妹妹們 都要我在那邊講故事 我會在法庭裡面講 我會想出在這個法庭裡面 被那個恐龍的法官 獲得了我的青春 獲得了我的自由 那個場景是沒有辦法去忘記 所以我每次進到軍事法庭 講故事的時候 我心裡還是會很緊張 而且你常常是 不管是用中文講 還是用英文講也好 我都會常常會講得結結巴巴的 這種感覺是會出現的 每次都會出現 但是我盡我的能力克服 因為我是覺得 把心裡的痛苦做出來以後 它是有一種療癒的效果 所以我很期待 我也很喜歡在特定的場所裡面 講我的故事 尤其是回到綠島那時候 我會很喜歡在這件事裡面 講我母親來訪的那個故事 那個地方雖然會讓我 還是會流淚 還是會感觸很深 可是我是覺得那是 也最能夠感動年輕朋友們的一個場地 尤其是在當著 曾經受難過的地方 我一直很期待能夠找到 曾經以苦心對待我那個地點 在用各種不同的苦心 對待我的地點那個地方 講我怎麼樣被他們虐待 怎麼樣用各種不人道的手段來 想辦法多取我的那個自白書 可是我目前來講 我們找不到這個地方 可是這個東西 確確實實發生在 當時的那個時代裡面 為什麼要發生這麼多的事件裡面 其實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為當時國民黨政府 在那個時候 剛從大陸推到台灣來的 那段長時間的地點體 那個時段裡面 他們都用盡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掘取 尤其是 尤其不是上面的人 罪回禍首沒有錯是上面的人 尤其是下面那些所謂的打手們 他們為什麼 只是因為在這個制度裡面 有一個非常不好的一個制度 就是所謂的獎金制度 這個獎金制度裡面 就是允許這麼多的所有的 所謂的情治人員 所謂的特務人員 他們利用這種機會 用各種不當的手段 各種不人道的手段 去迫害一些 他認為是有技可稱的一些 善良的人們 從他們身上裡面 能夠紮起到一些好處 這就是為什麼會在這段期間裡面 會產生這麼多的淹假錯案 在我在98年多 在九年代在綠島那個地方 所碰到的很多的很多的難友們 大部分都是在這種狀況下出現的 所以沒有真正的騙人的 其實您是有一些真正是 真正是他有意圖 有這種想法 想辦法想說要推 會打倒這個政權的 這些人是存在的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 因為這些打手們 所造成出來的 不應該發生在那段時間裡面的 一些悲傷的悔癒 所以在我的悔癒當中 我最痛苦最痛苦的 就是在我在綠島 見母親的那段時間裡面 今天我想 我也不太想提的話 大家今天晚上也會睡不著覺 但是我想說 你看如果是有 真正是很有興趣的話 你看看我的書 我不是推下我的書 你是拿來參考一下都好 裡面我寫得非常的詳細 在這段時間 到目前為止 我最對不起的 在我的人生 神的生命中 最對不起的就是我母親 我自小沒有父親 我很小的時候 我父親就往生了 我母親含淨怒哭 把他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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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 我各個姐姐們犧牲他們的學 送我到台灣來讀書 尤其那時候是帶著一股 非常非常期待 希望 沒想到我在台灣發生的這些事情 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我母親我家裡面 甚至很多國際特使組織 想盡辦法來研究我 可是都因為當時候的 國民黨政府的執著 所以都沒有達成 我就這樣子莫名其妙的 在墨序的致命之下 就被做了12年無辜的了 其實在十年裡面 其實很… 今天那個大陸的寫者問我說 我在看守所內最痛苦的回憶是什麼 我是跟他講 最痛苦的回憶 就是當我接受 受到了起訴書的時候 那段等待判決 那段日子 是我最痛苦的時候 最難耐 能熬的一段時間 為什麼會這樣子想 因為 雖然是莫名其妙的一個罪名之下 當我設計了 我在馬來西亞參加共產黨 來到台灣 一圖墊庫政府這個罪名之下 他以懲治判斷條例 二條一起訴 二條一是鬼是死刑 當我接受到那個起訴書裡面 只寫著 你可能有90%以上的可能性 會判處死刑的時候 但你等待判決那段日子裡面 那個日子是非常非常難熬的 為什麼 各位自己用心去想想就知道 我每次眼神已經一閉起來的話 那個景象就會出現 被判了死刑 掛著腳樓 然後清晨三、四點的時候被抓出去 然後拼拼拼拼拼的就到門口帶到 大家欣賞那個畫面 然後面對著那些殘忍的那個筷子手的時候 那種畫面就會出現 這個是我等待最痛苦的日子 就是在開手手段的日子裡面 其實在綠長那段時間裡面 日子是還蠻愉快的 平常人講只要是平常的時間的話 就是這個樣子 我今天我已經快70歲了 我身體能夠這麼好 就像我們的蔡宜爺爺一樣 他已經快90歲的人 他身體還這麼的好 就是因為我們曾經有那一段磨練的時光 但是我們在九年多的時光裡面 生活非常非常的正常 非常非常的單純 沒有任何的思維 這日子就是想辦法把自己鍛鍊得更好 以其這樣會到這個社會上的時候 能看看這個社會 這些曾經加以我們的 他們的下場是如何 今天我們也看到了很多很多 今天的國民黨它沉沦 它能不能再爬起來 看就看各位了 各位要不要再支持他 不是看我們 我們已經沒有這個機會了 就這個樣子 我在那個時候有兩樣東西我最痛苦的 一個就是 因為在綠洲山中 那段時間裡面 有很多前輩 都是坐了二、三十年老的前輩們 他跟我講那句話 如果老老地在心裡面 千萬不要相信你們 你走又有你最好的朋友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可能其中就是有一位 所謂的 什麼 對 他會幫你抱 因為他們在他們那個時間裡面 常常會發生這些事情 會重新送到台北來 然後重新判決 而會判施死刑 在那個日子裡面 沒有辦法沒有自信的朋友 聊天 講話的時候 那種壓力是很大的 你沒有辦法想發 尤其是過年過節的 看到一些很漂亮的月 那時候想到家裡面的時候 心裡面那樣的痛苦 想跟朋友分享 你沒有辦法 你不敢跟他分享的時候 那種壓力是非常痛苦的 就像現在的人一樣 如果你身邊沒有一個自信的朋友 能夠講講自信的話的話 真的 日子真的是不好 很幸運的 我最快樂的就是因為在綠島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我的那個樹林 有一隻小狗 那隻狗是給我在 心靈上的 非常非常大的安慰 在我在綠島山中那段時間裡面 你們一階段奇怪 怎麼可能養狗 這隻狗其實是有來源的 牠也是伴奬帶進來 這兩隻小狗小小的時候 尤其是我所知道的 這兩隻小狗 是一個廣東伴奬帶進來的 牠要把牠養大以後 牠要把牠當作牠的食物 牠非常非常愛吃狗肉的 這是廣東人 我也是廣東人 其實我也很愛吃狗肉以前 現在我不吃了 但是狗給我心靈上的安慰 我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當我心靈上不愉快的時候 當我想嫁的時候 當我心靈上的壓力沒有發洩的時候 我就會對著那隻小狗 去講我心靈好 那隻小狗 牠真的狗是人最好的朋友沒有錯 牠能夠體諒你 牠能夠發出一些聲音 讓你覺得牠好像是了解 牠想是能夠同情你 但是又說不出話的那種感受 當我在那個度過的這個壓力 第二就是我母親來訪的時候的那個壓力 要不要聽 要不要聽 好 其實你不要看我笑 今天心裡面就很痛苦了 你要增加我的痛苦嗎 我雖然是70歲的人 我不像是70歲的人 我很喜歡跟年輕朋友們在一起打成一片 所以我們跟牠 當牠上次來是光復國中 光復國老師在這邊 我們很愉快 我們相處得非常愉快 所以我就用很輕鬆的方式跟牠們聊天 因為其實牠如果是真正了解我的人 牠知道我心裡面真的是很難過 很痛苦的 而且我母親來訪的那個 我父親來訪的那個日子 也許你們沒有感受得到 其實我要講這個故事 實在提醒各位 在你們的父母親還在的時候 要多多地體諒他們 我到今天我已經沒有機會 我也沒有這個 我對我母親的那個懷念 我對我母親的抱怨 是永遠沒有辦法去彌補的一件事情 所以民國1975年的 不是民國1975年的時候 民國1964年的時候 那個蔣光頭往生死掉的時候 他有一個特色對不對 他本來是一個大色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是全面性的大色 全面的所有的人都有 可是後來他的條例越改越遠 越改越遠 到了最後決定的時候 我們就變成不再減行之地 所有所謂的二條一被二條一判刑的人 參加共產黨二條一判刑的人 都不在減行之列 可是很可惡的就是 這些的人沒有通知我母親說 我沒有在減行之列 在待治之前他通知我媽媽說 我在減行之列 所以我媽媽在1976年還是怎麼說 都到台灣來 可是我完全完全不知道我母親到台灣來 我沒有任何的心情之下 我母親到了綠島 他到綠島裡面也經過很多的過程 他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我母親一個七十幾歲的老人家 不會中文 他能夠從馬來西亞坐飛機 坐到台北 然後從台北大概是坐火車還是坐公車 我不知道 他就到了台東 台東坐了小漁船到了綠島 我第一次是這樣子到了綠島 在我母親來之前 中華民國政府花了兩年的時間去調查我母親的身份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 他要到台灣來看他的兒子 會不會有其他的企圖 會不會去共產黨宣傳 這一類的東西調查兩年 所以第一次我母親到綠島去看我的時候 當我回到馬來西亞 他跟我提起的時候 我真的是又是另外一種的傷痛 他第一次去的時候 他找錯了監獄 你們知道那個時候綠島建議有兩個 一個是司法建議在前面 一個是國防部建議 就在後面是警總建法部建議 我母親第一次去的時候 他莫名其妙他也不知道 他看不懂 他就到了綠島上 到那個司法建議去找我 綠島建議官說沒這個人 我母親說明明有這個人 怎麼會沒這個人 但是可惡的是那個建議的長官 並沒有告訴我母親 結果我母親到隔壁的還有一個建議 請你去那邊看看 我母親就這樣子莫名其妙地 就很失望地就離開了 綠島有住坐來的小遺傳搖搖搖的 又回到台北 結果我母親告訴我 在當時候他心裡面一個執著 他說我見不到我的兒子 我就不會回馬來西亞去 所以他本來是住在原生大飯店 後來因為盤產用的差不多 就改到西門町有一個飯店叫做一樂園 你們知不知道 這一樂園比較便宜的他就住在那個地方 住在那地方他每天每天他就這樣子 往那個植物園 植物園知道嗎 植物園在那邊徘徊 他在那邊晃晃晃的不知道做什麼 就這樣子出現了一個 也會說是我平生的貴人 也會說是我媽媽的貴人 一個退伍的將軍 他看到我媽媽這樣 他就問我母親 到底是什麼回事 然後他知道以後就把我母親帶到綠島去 我母親才能夠在那個點見到我 可是當監營官通知我 在那個立足山中監營官通知我說 有人來接見我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意 沒有任何的意 那個印象說有人可以來接見我 因為我是僑生 我在台灣無情無情 我不可能台灣有人來接我 我根本沒有想到 我母親可以從這麼遠的地方 到台灣來看我 所以我心裡面就跟監營官講 我說你是不是找錯人了 我不可能會有人來接見 不可能的事情 我說沒有關係 你出來看看就知道了 其實監營官他也不透露 當我走到那個路口發現的時候才發現 他遠遠就看到我母親站在接見室的另外一頭 我心裡面就 我這個人就帶住了 我怎麼可能的事情 一個老婦人家從這麼遠到這個地方來 這個是萬一怎麼想都想不到的這件事情 天的就是我媽媽在那地方 所以我就站在那個地方 不知道做些什麼事情好 監營官就催我 你趕快進去吧 你們的這件事件是有限的 我就到裡面去 我就站在那一方 我媽媽要走過來 那我看到我母親的時候 我母親來看著我的手 我們還是一樣的待在那個地方 不知道要做些什麼事情 因為我不知道我該做什麼事情 我站在那裡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發生的事情 監營官就說好吧 他說退退你時間快要到了 趕快坐下來拿起電話筒來講這句話 那時候我才知道要坐下來 要把電話筒拿起來跟我媽媽講話 可是我拿起電話筒的時候 我媽媽拿起電話筒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樣大眼鄧小眼不知道講了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心理上任何的準備 彼此之間能夠見到 我進去看著我 也要看著她母親 最後監營官說 你再不講話 你們就要說再見了 就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就 媽媽就問我好嗎 我說還很好 我說那到底什麼回事 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是被冤枉 我是冤枉的 然後講到這個 馬上就聽到不可以講案情 我想沒有講案情 我要講什麼 就看看我媽媽還是看著我 趕快講個話啊 時間快到了 我就看著我 最後我看到我母親 我最後我忽然間就蹦出了一句話 我只講了一句話 什麼一次來這麼遠到綠島來看我只講了一句話 這句話是什麼 我說媽 你要好好的保重 我也會好好的照顧自己 我答應你 有一天我一定回去 回到馬來西亞去跟你們再見 再相聚 這就是我唯一講的一句話 那我媽看到我講這句話 媽媽一直點頭 一直點頭 她也沒有什麼回應 一直點頭 一直點頭 那我媽看之後 我當然知道了 我看著我看了媽媽就開始 她就開始開始 眼淚就開始掉下來了 但是我還是強忍住我自己 然後這一關就說時間到了 我忽然間看到我媽媽 舉起她的手 舉起她的手就貼在 接著是一個玻璃 她就放在她手 就放在那個玻璃上面 我也看到我媽媽這個樣子 我知道她是想想 看看我到底是不是活著的人 她也把她的手伸起來 我又把她的手伸起來 跟我媽媽手貼在一起 就這樣子 加上幾十秒鐘的時間 然後時間關就說時間到了 你們可以結束了 最後我還是講同樣的句話 我說媽 請你好好的保重 我一定回去 我一定會活著回去 跟你們團聚 這就是我偶爾的講一句話 從這麼遠的地方來到這個地方 他們這麼的殘忍的 不讓我們能夠見到那邊 握握手也好 抱一抱也好 他們沒有做到這一點 就讓我 當我看到我母親眼淚 走到最後看不到 我母親的那個背影的時候 我整個人拼兩斤腳 如果你們親身經歷過這個的話 我那時候真的是 整個人就崩潰了 我真的是跌倒在地上 我考慮就開始大哭 我說為什麼 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在我的身上 這個老天啊 怎麼事情會發生在我的身上 就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我在做的最痛苦的 很有心的 我回到這個社會上 我母親還活著 我還有幾年的時間 能夠孝敬我母親 我結婚在台灣的時候 我母親也來了 我生第一胎雙胞胎的時候 我母親也回來 也到過我的孩子 至少我這一點 我有做到的 我該做的 第一次回馬來西亞去 20年以後的事情 我1967年來台灣 我1988年才回到馬來西亞 回到馬來西亞 見面了第一眼 什麼話都沒有說 我只講了句話 媽 我回來了 可是那時候流下的眼淚 是快樂的眼淚 不像是在遇到 流下的是悲痛的眼淚 這就是說 我在做到裡面 這些時間裡面 我所經過的 還有各種不同的痛苦 其實這講到 要怎麼轉型正義 我們要求的不多 不是像學者們 他們所要求的轉型正義 是全能性的 而對我們政治犯人講的話 我們要求的轉型正義 只有兩個字 對我來講 只有兩個字 就是真相 我要的就是真相 為什麼當時那個環境之下 為什麼偏偏是我 在什麼狀況之下 你要把我抓起來 在什麼指示之下 你偏偏會認定的是我 是怎麼樣的狀況 我要了解的是 這一點點而已 其實其他的 我就交給這些專家們 去處理 可是我希望在 我那時候所發生的時期 政府單位能夠給我一個交代 到目前為止 我在檔案局所知道 我得到的資料沒有這些 甚至我有三個多禮拜到五個禮拜 在這個時期的一些真相 把它挖掘出來 我們現在的信總統一致手 上面真的給我們一個交代 我希望他所說的能夠兌現 這只是 其實目前對我來講 我只能期待 我們並沒有抱著太大的希望 謝謝各位 聽我唷唷唷唷的講了這麼多 謝謝各位 那邊 我剛聽到陳先生的那個 所陳述的 我剛聽到陳先生的那個 我想先請教一下 你是屬於馬來西亞的所謂華人嗎 我 對不起 我是華人沒有錯 其實我那時候並不叫華人 我那時候是叫華僑 華人和華僑之間 現在有一位馬來西亞同學 我們現在在馬來西亞的很多人 就是這兩個字的差異在哪裡 其實對我來講 他並沒有代表很重要的意思 因為為什麼當時我一直 那時候我被坐去判刑的時候 我一直建設我是馬來西亞的國民 我不是台灣的國民 他指的理由很簡單 他是說你身上流的是中國人的血液 你的主機是廣東眉線 所以你就是中國人 我就有這個權利來審判你 他所持的理由是這個樣子 馬來西亞政府也提出很多資料說 他就是我的家的國民 他並不是你們沒有這個權利審判他 尤其是思想法來講 一般來講是應該要去途出去 送回去由國家去貸款對不對 他沒有理由在台灣 根據國際法來講 他沒有權利在這個地方 可是他持的理由是非常方便的 今天我非常不了解 我算是華人 我是真的是真正的華人 我不是馬來西亞學統的 馬來亞巫統的學系的學統 我是純正的 那因為 所以說我就是 這就是可以看到一個 現在講起來是很輕鬆 是一個歷史的荒謬劇 那你是當中的一個 吊腳 就是在那個時代裡面 被突顯出來說 你是跟當時的 蔣介石政權 是共同在演這一部 歷史劇 那我聽了之後 我只是現在想要請教你的 就是說 你也說到 這過程裡面 是非常荒謬的 你 你並沒有真正實質的作為 對這個 蔣介石政權來講 但是他就可以把你牽引進去 但是我現在比較在意的就是說 你現在還 你現在還 站在台灣島上這一塊的土地 那 這個 蔣介石 中華民國體制 當下的繼承人 叫做 蔡英文 當 你在這塊土地 做這樣子的 歷史的回顧 的實質作為下 我很想知道 蔡英文有鳥你嗎 那 你現在 這樣子 對這一個 現代的 新生代的台灣人 要去 面對這一個 繼續存在的 外來政權的體制 你 除了 講述你的 歷史遭遇之外 你有企圖要 幫這塊土地 消滅這個 外來政權嗎 請教你 你好 這邊 這邊 好 這邊 我 可以站起來回答這個問題 關於轉型正義我一直覺得我可以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當然就是像神哥講的追求真相 我認為是轉型正義的初步 然後呢 這件事當然包括文件或者檔案的判讀收集 以及田野採訪等等 第二個呢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關於轉型正義聯絡國有相關的文件 他有好多項其他項事情可以做 那我又在2000年出頭那幾年 因為承辦基金會的人權營隊 而發現讓世代之間能夠講跟聽這些故事 那這些故事呢 透過這種交流 受難者可以得到撫慰 年輕人也可以 學到你原來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我認為那是一個很好的社會工程 那漸漸的我就把這個工作交給更專業的人去做 我自己去做另外一件我覺得會讓這些前輩們更安心的事情 因為這麼多年來呢 我注意到各任政府都號稱他們要處理轉型正義 有人做了恢復民意的舉動 有人要訴紀念碑做賠償等等 但是我在這些前輩的臉上便沒有看到快樂、放心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們還是很憂鬱 因為他們年輕的時候對抗的一種國家暴力 或者說一種荒謬的體制等等依然存在 這些事情 我個人因為我的所學 我也是念政治學的 我認為 這是我的評見 只有政治解決意圖 我們必須徹底的處理台灣面臨的問題 台灣在戰後到現在 主要處理兩件政治問題 第一件事是前半輩子處理的 叫做民主化 後半輩子呢 叫做國家化 前半輩子我們處理的是 威權統治 以及它的移序 大概在兩千年左右 經過幾次政黨輪體 我們的民主算是漸漸鞏固下來 那第二件問題呢 就是台灣國家認同的困擾問題 這些問題 跟整個世界史一樣的連貫 我們面對的困難 會比所有其他國家都還要嚴峻 國內對國家認同是分歧的 事實上在我的認知裡面 這個國家裡頭 有互相衝突的兩種國家認同 事實上很像一個島內的兩國論 這種鬥爭經常上綱到敵我矛盾的程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藍綠鬥爭背後的語言 其實是想置對方於死地的 在這個民主體制如果它存在的話 應該有一個很清楚的國家範圍 才有可能執行 因為我們就政治上的競爭來講 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識 政黨的競爭來講 有一個東西是在政黨的競爭上面的 就是一個相同的國家認同 再吵或是再野 對國家都應該是忠誠的 但是這個狀況在台灣不存在 因為我們的國家認同是混亂的 所以我們會把競爭的對手當作敵人 在別的國家是有限競爭 在台灣很可能變成無限鬥爭 所以我們必須在我這一代如果來得及的話 如果來不及在你們這一代 要對這個問題做一個徹底的解決 這個問題 陳先生已經在台灣住了那麼多年 他當然會進他的問題 這位先生你頭上戴那麼清楚 把你的態度表明 你一樣要處理這個問題 在座每一位都逃不掉 那答案是什麼 讓大家來談 我不認為有哪一個人講的是真理 我當然可以表達我的意見 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獨派 但是我也只能到此為止 我沒有資格勉強任何人 如果他很誠懇的 有另外一種政治信仰的話 我不能用超過法定手段的方式去處理他 這是我覺得我們應該遵守文明社會的規則 而且我從來不認為去勉強一位長者 在任何時候做這樣的表白 近乎強迫性的 我不認為這個很禮貌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所 其實我可以回應這位先生的幾句話 我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把當時所發生的事情 其實發生我身上的事情 清清楚楚地 老老實實地告訴年輕的小朋友們 讓他們了解 當時在那個時代裡面 權威的政權裡面所發生的 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自己要怎麼去做 這個問題要留給 現在的人他怎麼去想 他們要怎麼去做才是重要的 其實剛剛你所說的 我們沒有這個條件去改變這個社會 我們也不是有這個能力的人 站在舞台上面的人去做這種決定的 這些人就是由台灣這些年輕的小朋友們 他們由他們自己去認同這個國家 由他們自己去解決 後來的問題要怎麼去解決 是由他們的責任 而不是我們站在我們的立場 我們立場只能是告訴他們 我們那個時候發生所發生的事情 這是過去的事情 給他們做回這前世之間 剛才你說說的 蔡英文會不會瞭我們 其實在12月10號的時候 蔡英文到了那個園區的時候 我們雖然是那個時候是很不高興 你說發生的事情 即使他也曾經提到了 他要感謝有三個人 他要感謝 在當場在對大眾演講的時候 就提到我們的事情 第一他要感謝的只有一個就是 剛才我所說的 我的三個兩個好朋友 一個就是郭振淳先生 一個就是我們的蔡坤林先生 加上一個就是我 你們去看那個字文上就可以看到到 我並不是說他這樣子講話 我就能夠認同他 真心地關心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要追求的就是 他做出來 往後他所答應的三年裡面 做出來的所謂給我們一個交代 所謂正向的交代 我們才來判斷他 到底是不是真心的要 第一我們這個 這群人做一些事情 替這國家做一些真正的事情 這是我能夠回答你的 我從小到今天 我對政治評量進展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可是我只是陳述事實 陳述歷史 把這個歷史的事實 陳述出來 讓年輕的朋友們 讓台灣有興趣了解 這個歷史的人 去有這個管道 去能夠進一步去了解 當時所發生的事情而已 我們意識形態的事情 我們沒有辦法去評論 就是所謂的一些鬥爭 政治鬥爭的事情 我也不願意去做任何的批評 這是我回答您的這個問題的 希望您能夠諒解我們 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各位大家好 我覺得台灣這塊土地 經過政治受難這個階段 就是說多元種族 都受到殖民統治的迫害 我們像被迫害的政治受難者 至上十二分萬分的感恩 他們代表土地的一個聲音 所以我們現在的轉型正義 還沒有按照國際規範 聯絡國來台灣島嶼進行 解除殖民的這個動作 才有辦法真正進行轉型正義 不是殖民統治者 關起門來 自己說自己要轉型正義 殖民講土話就是土匪 所以聯合國不可能讓土匪進入聯合國 台灣這個島嶼 在政治潛力上的一個名稱叫 福爾摩莎 是聯合國憲章起草人 達利斯 他提出一個 建國要在地主義的人才可以建國 台灣今天廣大的民眾 還不知道國際規範 還不知道我們的真正 原地主的名稱叫福爾摩莎 在舊金山合約明白寫著 原地主是福爾摩莎 舊金山48個國家當福爾摩莎的保母 美國是主要佔領台灣的佔領國 也是主要的保母 所以美國有一個台灣關係環 保護福爾摩莎的人權 那福爾摩莎的人還不會哭 像嬰兒不哭保母 不知道他肚子餓 廣大的群眾還限於無法跟國際聯結 最近國際有一個雜誌評比 台灣人最無知排全世界第三名 對整個國際的這種 現代文明的思想政治理解認知 沒有 所以我覺得政治是我們要 一切要進步的要關心的一個詞 不能說政治跟我無關 我不接受意識形態 這個是錯誤的文化概念 我們台灣要接受整個西方 近代化文明的洗禮 要勇敢的前進 不是經過苦難我們就害怕 所以我們要引用國際的規範 來改造整個台灣島嶺 揮舞我們的一切力量 各位可以上這個 We are people We are Hormosa 這個社群去看有一些文章 謝謝各位 好 謝謝這個先生 我這邊還是講一下說 實際上台灣這邊是不是真的 對國際實驗這麼無知 他實際上是跟他調查的一個群 一樣是有關係的 那一篇報導我在看的時候 是覺得有問題很有趣 因為他直接問說 我們要檢測美國誰會當總統 那根據這個錯誤的答案來評斷說 到底你們國際觀購不夠 那這個問題的問卷設計 實際上陷入一個迷失是 為什麼我們要知道美國誰當總統呢 為什麼會以美國為中心 確認說 那美國未來總向是大家必須要關心的 那為什麼他問題不是 為什麼那個法國Orenda 不再繼續尋求連任 為什麼英國會脫歐 原因是什麼 他問的問題實際上是很喜愛 是有主觀意識去做一個測量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是說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 大家很容易就可以再找到很多的資訊 讓大家作為參考跟依據 但是在找到這資訊之後 麻煩大家還是要多方去思考說 這資訊它建構的背景是什麼 那我們應該去吸取這資訊中哪一部分 作為我們之後論述的基礎 那我記得剛剛還有一位小姐有舉手 那我們想說看還有什麼可以 謝謝講者們今天的分享 那因為剛剛就是 他有就是親身的去分享說 當初他是在一個不知情的過程中 然後包括被舉報 以及被這個恐龍法官給判決了 所以說其實這個加害者的角色 其實是多重的 包括舉報者法官刑求者 他並不是只是一個講中正這樣子的角色 而是他可能是各個人 他在這個整個系統中 他為了求取自己的利益 然後他參與了這樣的行動 就是白色恐怖的迫害行動 那也講到說真相的重要性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轉型真意裡面 其中除了求求真相之外 有一個就是關於懲處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台灣的轉型真意 目前為止我所知道做的過程就是說 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加害人的名字被揭露 那這是比如說像在納粹的這個轉型真意過程中 當初參與這個整個納粹的 就是紐倫堡大省 參與整個納粹的這個就是平凡的過程中 有非常多的人其實是被送上國際就是那個審判台去 就是去辯論也好 就是去了解說當初他在什麼樣程度上 參與了這個白色恐怖的迫害過程 那以及他需要復用什麼樣的罪行 那可是台灣在這方面好像還沒有達成一個結論 那我甚至有聽說一種聲音說說 喔台灣現在的公民社會不夠成熟 如果說揭露這些人的名字 這些人可能是你的叔叔你的阿公 那可能會造成社會上更進一步的一個衝突跟動盪 那我不曉得說就自己就是被害者本身 以及學者怎麼去看待說公佈這一些 可能為數不少的人的這個真實姓名跟identity的這個問題 謝謝 我們是不是請Michael 閒子跟先生 關於在戒嚴時期 一些舉報人他們一些相關資料 還有包括一些審判者 那可能執行者這些相關 沒有被信名沒有被公佈 那真相沒有被揭露這個問題 那我們該怎麼去面對該怎麼尋求解答 所謂轉型正義基本上是在處理從1970年代開始 所謂第三波民主化之後 民主化成功的國家針對前期的 我們可以把威權統治進行一種回顧反省 然後和解的一個動作 那麼在這裡面牽涉到很多食物的問題 食物上的可能性 就是說第一個 你是不是有足夠的社會力 能夠毫無忌憚的去處理當年的加害者 譬如說當年的加害者 是不是徹底的投降了 被殲滅了 被收撫像納粹 不見得都這樣 東歐在1989年之後的變化 也不是每一個國家的共產黨都被消滅 很多國家的共產黨還活下來 你要處理轉型 你有什麼能力跟他扒人 再看中南美 那些軍事獨裁統治者 在下來之前 很多都先簽了特色令 把自己的罪都先免了 那即使下台把政權交給文人政府之後 他們仍然實質上的 掌握國家的獨佔武力 那你能拿他怎麼樣 你看看皮諾契 皮諾契在英國旅行的時候 被西班牙的法院通緝 他還是回去了 那在資地花很多力氣 他自己想把他送到法庭上 最後他還是說他太虛弱了 連上法庭都有困難 後來還是善終 使得很快樂 轉型正義是一種 把破的鏡子再重新合起來 他不可能消滅那個裂痕的 不可能得到完美無夠的原生的正義 沒有 他是一種修復式的正義 各位可以去看南非的曼德拉他們寫的書 一種修復型的正義 是一種不得已不這樣子做的事情 台灣的狀況 我想不需要我解釋 當年的威權統治者仍然是一條還沒有死透的蛇 你要怎麼樣 還有困難 那要怎麼辦 繼續努力啊 把它打到死透啊 你才能平反啊 可是到那時候你想 你要平反 可是那些希望被平反的人 都已經上天堂了 這是人間很多很多你沒有辦法 你必須爆汗的事情 我現在回答你的問題 再回答上一位朋友的講話 我想指出一點很重要的事情 陳先生有百分之百的自由 可以不要有任何意識形態 可以不要有任何政治選擇 這是他的人權 我們必須要尊重他 你在台灣你可以做那樣的國家認同選擇 那樣的國家認同選擇 基本上這種認同是每一個人的人權 無論如何你不可以 用壓迫性的手段去逼迫任何人 我真的希望代表各位跟陳先生抱歉 你不可以這樣對待他 謝謝 我今天是抱著很大的希望 來聽我們麥克老師 跟我的好朋友 陳青森先生的故事 陳青森先生的故事 一開始的時候 他講的並沒有很多 後來才談起他母親 來到立島見她的孩子 所以我現在幾所要發言 並不是說要回應剛才幾位提出的問題 而是說要跟各位報告 我今天在這邊聽這些話的心度報告 首先 剛才有人問到 原來中華民國體制的基層者 小英 鳥不鳥 我就覺得 以我們過去的政治受難者來說 小英鳥不鳥我們 沒有什麼關係 我也不認為她是 所謂的中華民國體制的基層人 我也不認為這樣 今年2016年的1月16日 我是活了這麼久 時間 活了86年 86歲 人家是韓國爺 歸於所謂的中華民國 這個黃岩體制 統治以來 也是從1945年 也經過了70年了 我跟各位報告的就是說 今年的1月16日 我是非常非常高興的一天 因為什麼 因為所謂的這個黃岩事件 從此應該要解釋 告訴了 我們從今而後 是要講真 可以講真話 那麼也可以一起來 為這個台灣這個土地 來努力的時候 到來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我的朋友 那個 這個 崇慶生 他小我 19歲 差不多20歲 那麼 這個我們那個 麥克老師是 小我 13歲 1953 我 1953 我1930 小我23 3歲 哇 好年輕喔 是 那麼 那麼 我的那個陳健森 他在 英國 馬來西亞 喬生 來到台灣 要讀書 結果 碰到了這樣的 這個 事情 那麼 比 距離 我這個圖生圖長的 那個 台灣小孩 那麼在1950年 被抓 已經有 差了21年了 21年後 他才被抓 他 這個年輕的人 可見 台灣的這個 白色恐怖 喔 他的威力 這個 拖了 多久啊 那麼 那麼根據現在的這個 大家的研究 所謂的白色恐怖 我們是界定從1949的 這個 5月20日 那麼 那麼 戒嚴役開始 那天 一直到1992年 我們的這個 這個 刑罰100條 修正 我們要求匯子 他是修正 為止 這個中間 叫做做白色恐怖 比那個戒嚴的38年 還多了 將近四年 將近四年的這個時間 我們認為這個是白色恐怖的 這個時間 那麼 那麼 他一個馬來西亞 來遭遇到這樣的事情 但是 今天的這個 秦先生 他在1983年 出疫以後 既然 差不多有三年的時間 這個政府 這個還原 這種政府 連一個 一張 這個 這個身份證 都不給他 可是呢 也不換他回去 怕他 回到馬來西亞 的話 他知道的太多 也不讓他回去 這樣的 對待一個年輕人的 這樣的 政府 可是他遭遇到 這樣的 比我們大家 都是痛苦的 那樣的情形 他是 但是 他 愛 這個台灣 這塊土地 讓他說 這麼苦的 這個土地 他 愛 而且還在現身 把他的這個 這個 真相的故事 講給這個 年輕人聽 那麼也希望 跟大家 一起來 這個 讓我們的國家 讓我們的這個土地 能夠更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呢 我 對他 提出來 像在馬來西亞 政府都還 隨時都 希望 希望他 能夠回去 一切都 都準備好 但是呢 他寧願 這個 留在這邊 那麼跟我們一起 這個 鬥 就是我所知道的 真相 我跟各位做這樣的這個報告 那麼再過來呢 說 所謂的台灣的這個白術 恐怖那個轉型正義的部分 大家 剛才也 那位同學也談到了 就是說 一大堆的這個 受害人 甚至受難者的 這個故事 一直都出來 但是呢 就是 台灣的這個 這個轉型正義 就是 沒有 加害者 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 為了這個追求 這個正向 這個就是 目的就是要 找出 誰才是 應該為這個 來負責的 那麼 加害者 這是我們現在 正在努力的 那麼轉型正義的 這個 這個部分 那麼 以我 1950年代的 這個情況來說 其實 那個時候 對我們 刑囚的 那些托惡 或是 這個判我們 重罪的 那些 結果法官 其實 大家都 不在 都不在 所以這次的 那個 在地法院 那個 促進條例 要 那個 公經會的時候 包括 以 50年代來說 我們 要追求的 這個正向是 應該要追求 當時的 決策者 就是 這個 核心的 那些 那些人的責任 要抓出來 首先 當然是 蔣切石 但是蔣切石 現在大家都認定 他是一個 這個 阿爾巴事件的 這個元凶 也是白色恐怖的 一個 最應該負責的人 但是呢 另外一個 對他的這個 兒子 是蔣切石 那麼 2014年 我們在這個 台北市場 競選的時候 既然 我們在台灣 受過最高 交易的 那個 柯P 都說 蔣切石的時代 比較好 這個時候 這個 那個 政治受難者這邊 幾乎 都要吐血 因為呢 經過那個 白色恐怖的那個 的人 知道 白色恐怖的 這個元凶 就是蔣經國 但是呢 目前 對蔣經國的 這個尊敬 這些 都還 都還存在 我想 這個 對蔣經國的 正確的 對他的 所作所為的 正確的 這個 評定 應該是 現在呢 以 五零年代的 這個白色恐怖的來說 是 最要緊 最重要的 我還是想 如果能夠的話呢 蔣經國 因為他犯了 這個 反人道的 非人道的 罪 應該是 這個反人道的罪 是沒有所謂的 俗效的 應該是 把他拉到那個 國際 這個人權法庭 去審辦才對 怎麼說呢 那麼大家都說 蔣經國 比他的 這個父親好 因為他 就沒有像 這個蔣切石那樣 到處 樹立 這個同校 但是 你知道嗎 他在我們的心裡 很多人的心裡 樹立了 他的這個同校 所以 很多人 他還認為 他是這個 青年的 導師 他是 這個 我們這個 民主的 推手 這就是 蔣經國在 透過 救國團 透過 各種的 交易 體系 在我們心裡 所建議的 這個銅像 這個銅像 在科皮心裡 也在他那邊 科皮可以說 是在台灣 做最高協服的那個 所以呢 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段 他好可笑 可是 我不覺得可笑 就是說 我會覺得很重的問題 連那個 受過最高交易的人 都沒有辦法 看出來這個真相 所以 我現在這個 以這個 1950年代的 受難者來說 我 比起 去追求當時的 這個 判罪的法官是誰 那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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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罪的 是誰 比那個更重要的 就是說 把 這個 蔣介石 這個 這個 蔣經國 這個 這個 實際上 幹於負責的 這個 要把它 分析出來 因為 這個 這個 以我的這個 研究 或者是來看 這個 蔣經國 他的 這個 到他 為止 都 只是為了他 講 講叫王朝 他沒有一絲說 要把 當他在 1985年 對這個 泰姆的 這個 編輯說 這個 叫蔣家的 這個 祖孫 不會 繼承他的 這個 其實 大家都 誇獎他 他是民主的 推錯 見鬼 因為他是 1984年 發生 這個 佳南案 那麼 佳南案 措施 這個 政府的 國防部的情報局 既然派 那個 黑社會的 去殺 到美國的 土地 那麼 去殺 美國公民 劉毅良 結果 那個美國不放過他 這個時候 用目標 向 這個 蔣孝武 或是蔣經國 本身 過來的時候 他為了 逃生 斷 為了 逃生 才 發表 而且同時 在那個時候 到1980 那麼晚的時候 才說 我在台灣 已經活了四十幾年 所以 我是中國人 但是 我也台灣人 聽到這個 很多台灣人很高興 你看 蔣經國 多比蠻一九厲害 他說 他自己是台灣人 可是 不要高興 他是斷尾求生 要 向美國求情的 因為他的這個 兒子 蔣孝武 就是 正要學他的方式 那麼 先掌握 這個情書機關 掌握特務 組織 然後 來掌權的 那麼 這個 因爲 所以 然後 這個 第二年 1985年 他的這個 這個 破壞的那個 毛頭白色恐怖 就是走向 那個屬性 國泰機構 懶 我就 那個時候在國泰機構的 所以 我在那個時候 再一次的 遭遇這個 白色恐怖的 這個破壞 那麼 我跟今天 各位報告這些 就是說 那麼 今天 那麼我在這邊 聽 我的 麻吉麻吉的好朋友 那麼 提供給 各位 一個 思考 就是說 為什麼 那個白色恐怖 為什麼那麼久 那麼我們 常常說 那個納粹的 結果破壞 可是呢 納粹在1933年 起來 到1945年 也不夠 十二年的時間 我們 我們既然有十二年的時間 跟他多三十年 這個中間 又是晉升 他 蔣經國一直說 台灣沒有政治犯 是後來這個 謝聰明 還有這個 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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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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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 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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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接日 然后才1970年代 才开始有外面的声援 才进来 在我们1950年的时代 是没有政治犯的时代 我们被关在立岛的 等于是共产党的战俘 虽然我们不是从中国大陆抓来的 就是我以上跟各位报告 把我的心得做这样的报告 谢谢 谢谢前辈们的分享 其实我昨天有来听汤汤的 到今天来听长辈你们的 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有听到一些 我觉得因为我知道现在前辈有一些 已经开始在做所谓的口述历史 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 我想问大家说 你心中是不是有一本启蒙的书 当你对台湾的这个感情 像我对台湾会就是说 去想要知道白色恐怖二八 我是读了一本叫做 番薯仔的爱歌 汤汤汤汤的爱歌是蔡德本老师 那那个才让我想说奇怪怎么会 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 我才慢慢去接触所谓的 饿把白色恐怖 虽然还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再来为什么大家每次在提到转型正义都提到 就是纳粹 那当时我觉得说 其实因为我觉得他们能够这么 我自己的想法 他们能够这么清楚 然后所有的德国人都在做转型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是可能在去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部纪录片 叫安妮的集中营 当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不敢看 因为那个是太可怕了 可是后来他好像隔没多久又重播 我鼓起勇气把他看完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白色恐怖跟纳粹的那个差别 是差别在这边 他们是在1915年战后英美马上派战地记者 然后实际扛着摄影机进去 那个真的是实际上就是这样 摄影 那个整个是惨无人道的画面 你会觉得说那真的是这样吗 那所以我看了那个纪录片之后 我才知道说 为什么别人的历史是没有间断的 是一直被发掘出来 可是我们的历史是因为 可能现在请长者出来讲 他可能会觉得说 不要说 因为他已经被压制 因为我最近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的戒严戒严这么久 36年 然后他说我们是在叙利亚 现在叙利亚已经超过我们 之前是台湾是第一个戒严这么久的 我才知道说 其实我们没有那种所谓的 很有那种 就是有非常 非常有阶梯式这样直接出来的 我们大家都是片段片段 所以其实我刚才一个想法就是说 口述历史 我们刚才大家说 其实对这个事情 白色恐怖这个事有点默默糊糊 所以我其实我下一个定义就是说 口述历史是空白历史的接轨 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历史接轨起来 因为其实前辈们真的有的都八九十岁了 那现在一听有的 我知道成立了很多协会 但是协会里面的人其实在摔 已经在 对已经在凋零 所以怎么样把那个历史接轨起来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可惜 因为可能台湾人 有人说台湾人走死 爱情 我真的觉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可能是因为被压迫成这样子 所以其实大家每一个协会 大家都想说我要出头一个出头 所以没有办法说大家真的很同心 就是所有人要做口述历史 大家全部去做 我不知道说台湾是能够像 那个时机已经过了 像就是安妮的集中营那个纪录片 它被乘封六十年才敢拿出来 我是建议大家去看 你才会说 原来这个脉络是这样子 那个是非常清楚 那因为很可惜 长辈们他们有的现在还在怕 说实在 有的长辈他现在还是不敢讲说 他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能够站出来讲的 我想是很勇敢的 所以昨天汤汤有说 单一的记忆是对还是不错 不知道 因为没有在当下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我很期待说 是不是说 这上面的长辈们 因为你们的关系人脉这么广 是不是可以 朝着那个方向去走 不只是走口述历史 也希望说把它拍成片段留下来 因为毕竟那一段的历史 其实是需要很久的时间 我不像说 或许蔡总总说三年要把真相公布出来 我相信困难啦 真的很多事情很困难 那我是觉得说 至少你要把那个记忆留下来 后面的你期待我们这一辈来做 那我们后辈才有知道说 我们要循着什么线索去做 不然其实是零散的 是没有办法去接续下来 谢谢 很高兴听到有人关心这些事情 这十几年来 从两千年到现在 有好几个团队持续的长期的 而且几乎是地毯式的去寻找 政治受难者 如果愿意接受采访 大致上都做了 而且到现在呢 各地方政府也持续在进行这些事情 这么多年来也有相当数量的出版物 我今天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找那些出版物来看 并不像你讲的说 很多事情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 你也可以到答案局去 你要看多少都有多少 东西很多 你到这个书店去 台湾专柜都有对了一抢那么高 其实可以 这两天的资料说 台湾人一年读1.5本书 所以你很多事情不知道 也确实是事实 真的 很多人已经做了很多事 很多老先生来得及 很多老先生他的创伤还没有恢复 他可能不愿意讲 那我们只好留下遗憾 就是这样 要知道的 赶快去读书 或者去参加承问者 其实会有活动 谢谢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想说现场的问题 再开放一点这样子 请不说 只好 咱们 帮忙 我们就知道 对 好 真的 有点 跟林先生的對自己生平的解說 然後還有講到綠島 然後同樣的話就是柯P對蔣經國的評論 還有再吐血一次 然後真的很感動 謝謝兩位老者 然後還有林詩玉先生 就是今天來對我們這些年輕人分享 然後就是我們不是你們 然後也就是不同的背景 不是你們自己就是沒辦法完全了解 所以我們也只能盡可能的同理你們 而且陳先生也是馬來西亞華僑 然後也不是台灣人 然後所以也是很無辜的受到就是 國民黨政府 然後這些無辜的 就是冤枉的這些就是冤獄這樣子 然後之前有來聽過華一芬華教授的 那個轉型正義那一場講座 然後他裡面提到說就是 不是一直無一一的賠償 而是要找出兇手 為什麼要找出兇手 因為要真相 兇手是為了什麼 讓我們可以相信政府 相信政府以後不會再做出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才必須找出兇手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以後要怎麼避免 那我們才可以繼續相信 這個主權 這個政府是可以繼續為某人民服務的 然後還有另外我曾經看到那個 新竹一樣是折舞的活動 然後沒有到現場 可是有看了一下他們的影片 然後他那個主題叫做 要記得多少歷史才健康 就是當我們不斷去 就是挖掘以前的歷史 然後去聽到長者以前的故事 但是我們不知道長者 內心淌了多少的血 然後我們年輕人只能就是 望著這些老者 然後用很熱切的眼光 然後希望可以更了解這片土地 然後更關心自己的國家 然後但是在了解歷史的時候 一定會讓有些人受傷 例如什麼 例如有些受過這些傷害的人 並不是那麼想要去挖掘自己的內心 但是我不知道就是陳先生 是什麼樣的動力可以讓您可以 就是願意找回自己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自己曾經的故事 我不知道就是我們年輕人的眼光 給陳先生多大的鼓勵 但是今天很感謝聽到就是陳先生今天的分享 然後我有另外一位同學是 聽就是也是去看那個菜對樂表演 然後是聽了另外一場 然後他說有聽到一位那個馬來西亞華僑 然後也是就是講得很 就是講自己的故事很動人 應該是陳先生 然後就是就是花一芬老師 他那天也有提到說 一樣是舉納粹的例子 納粹裡面就是他有講到 以前納粹的軍官 然後他們的小孩 他們的小孩聽到自己的那個爸爸 或者是爸爸媽媽 或者是爺爺奶奶 他們說他們納粹是對的 然後當時是上面長官的 要他們下面這麼做 但是學校 學校然後政府 然後上課都是教什麼 都是教說 納粹那時候是侵害人權 那這樣子 在當我們兩邊不同的真相 或者是 不管也不其實也不知道真正的真相是什麼 我們只能說 我們只能盡可能的同力 然後那這樣其實是對一個小孩的發展是 非常就是非常訝異 而且會讓這小孩非常混亂說 找不到自己的價值觀 因為找不到自己的歸宿 到底是應該要認同國家 認同學校老師 還是認同自己家裡 認同自己的爸爸媽媽 自己的家長 對 然後 可是 有些歷史並不是說 不要去挖掘 讓他繼續保留在心裡才是最好的 因為 當你不面對的時候 不知道以後什麼時候 又會發生一樣的事情 那 我自己的想法是 就是 當我們知道自己的 就是自己要的是什麼 然後知道其他人的資訊是什麼 那我們 做的只能互相包容 那我們可以有自己的見解 可是避免過於激進 因為激進的思想 很容易帶給別人傷害 因為 你的想法就算是再正確的 可是當你在實行的時候 別人不一定跟你想的是一樣 但是 你的想法 可能會打破別人的價值觀 或者是 讓別人 就是 對 讓別人 呃 質問別人 會讓人感覺到壓力 然後 會讓 就是 願意再繼續 分享的人 會感受到很大的壓力 對 這位先生 之前有看過很多次 先生來哲悟的活動 然後也 很喜歡 那個先生一直 說自己的土地自己管 但是 自己的土地自己管 建議在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 我們愛國 愛這片土地 那我們對這片土地的認同 那我們對這片土地的認同 是建議在什麼 對國家的認同 還有對這個政府的認同 那對這個政府的認同 首先最重要的也是 轉型正義 我們必須知道這個政府 哪時候做錯 為什麼會做錯 那怎麼避免以後怎麼做錯 這才是轉型正義最重要的地方 這也是為什麼 轉型正義一直在追求 找出兇手 對 然後 當我們獨立 必須要先認同 我們認同自己的國家 自己的土地 然後互相尊重 然後 先生可能很了解 我們為什麼現在叫做 類殖民時期 對 就是國民黨 對 然後 他們不是我們 土地主權的代表 然後我也很相信 就是這位先生 對我們這片 這片土地 這個國家的 熱愛 但是 當你這樣很激進的 質問對方的時候 可能沒辦法 完全表達出自己 心裡真正在想什麼 反而會帶給對方傷害 那如果你可以講出說 自己想說什麼 自己的想法 然後可以聽聽對方的意見 這樣可能會更好 對 然後 那我們 而且 我們也知道說 政府並不是萬能的 我們不能一直相信政府 會做任何我們想 希望可以做的事 所以我們 可以相信的只有 相信非政府力量 就是我們其他非政府 因為 我們也知道 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有能 當 我們有辦法 轉型正義 當我們有辦法獨立 才有能力 有勇氣 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相信自覺 這個自覺是 自我覺醒 也是自我決定自己的未來的力量 那我們才可以真正的轉型 轉型正義成功 也才能真正的獨立 謝謝大家 來 謝謝一位同學 那個 因為實際關係我想說 我們就先結束這一趴 那正我的習慣是說 活動結束之後 大家可以留在場地 那 可以彼此找 有默契的朋友一起聊天 或者再詢問講者 剩下的問題 那我就請講者一人先簡單兩三句話幫今天做個結尾 來 你是主角 我是主角 不是主角 我只是 剛才 提及各位的 詢問 其實說 我為什麼會待在這個地方 其實是 我是只是覺得 這塊土地 給我的 遠超過魚 從我身上多久的 十、十二、三年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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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在這塊土地所得到的 我非常的認同這塊土地 或者得到的 遠超過魚 遠超過魚 他把我 地奪掉的 一些 一些 所以我熱愛這塊土地 我總過了 全世界幾十個國家 我後來回到這 國家的原因 就在這個地方 我願意 在我有生之年 把我 所剩下的 歲月 能夠留在這塊土地裡面 繼續講我的故事 我看到各位 這麼多年輕朋友的支持 跟鼓勵 我會繼續講一家曲 然後讓更多人了解 國家的未來 是靠你們年輕人 或是靠我們 國家將來的前途怎麼樣 也是靠你們去判斷 不是由我們來判斷 我相信未來 我相信你們 會 逐漸的 我第一次在立島的時候 看到年輕人 他們對我們的 分享的 反應 的程度 讓我深深的了解到 我願意 在這個地方去 繼續講我的故事 我認為 現在的年輕人 他沒有 沒有任何的 那時候沒有管道 去得到這麼多的資訊 但是經過這麼多年來 經過我們這麼多的長輩們 分成故事以後 我發現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越來越認同這塊土地 越來越為他們自己的前途 為他們將來發生 然後為他們將來去努力 這是可喝可喜的一件事情 我說我願意站在這個地方 主要就是因為我得到的 是這個時候 是我回饋這塊土地的時候 這是我的原因 希望各位年輕朋友 能夠站在自己崗位上 替這塊土地努力 不管是站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只要欣懷台灣這兩個字的話 不管是台灣也好 叫什麼名字也好 但是這塊土地 確確實實可以帶來各位 永續的一種 一種所謂的寶島 一種所謂的美好的 生活的一個塊土地 祝福各位 希望各位能夠在我們不在之後 能夠延續我們的使命 能夠繼續的為這塊土地發生 這是我希望各位能夠做的一件事情 很簡單的事情 我相信各位都能夠做得到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 謝謝各位 我講一個故事 我去過古巴遊歷 參加過那時候正在舉行的一個書展 我在書展裡的一面牆 讀到一個女革命家的故事 他說如果革命不能唱歌跳舞 那我就不幹 我一直忘不了這句話 如果我要幹什麼事情 不能笑著幹 不能找更多人參與來幹 我覺得我就不會成功 你要幹什麼事情要成功 一定要找越來越多人參加 而且大家都很快樂 而不是靠製造越來越多敵人 對每個人都批判得到的態度 我覺得那樣子是沒有出路的 我希望大家快快樂樂的 一起來對台灣努力 活動最後的話 我這邊預告一個活動 就是今年的2月29 那有一群志工朋友 在立法院旁邊辦了一個人權伴桌 那這之後會成一個例行性的活動 那明年的話會在3月4號辦 而聲哥要不要介紹這個活動 人權伴桌 還有 我們為什麼沒有時間最多 這邊開到晚上2點 林前2點 這個是2Y的主題 人權伴桌 229 今年229人權伴桌 其實是在我這個機會發生的 就是有一年來 有位中研院的研究 那個彭仁毅老師 他到參加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無意中透露了 我曾經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流浪過一段時間 再加上我在綠洲山中 曾經當過廚師的人 所以我能煮的一手好菜 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們忽然間有個氣象 就是說 能夠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也能做這個很容易的事情 我可以說 我今天能夠站在這個地方 當我在流浪的時候 那個廚師出現在我面前 那位廚師 確切是我的貴人 確切是他點醒了我 讓我抓到了 讓我看到了我的未來 看到我的前度 看到了眼睛跟亮點 所以他們在聽到這些故事以後 由成文成基金 或這些年輕的不知死活 那些小朋友們 跟那個彭仁毅老師 他們就想到了這個希望能夠辦 其實我也很期待能夠辦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能夠帶給現在 所謂的界上的流浪漢 他們不是壞人 其實他們就是不得意的苦衷 當然啦 我也常常說他們有一些害群之馬 這的確是有害群之馬的 但是很多的人都是因為不得意 或者是一些被固 所產生的一些流浪漢 我都能在這種最痛苦的時刻裡面 從一個廚師身上看到我的未來 我也希望他們從我們所辦的 那個人權伴奏裡面 能夠看到一點希望 他們能夠重新的站起來 其實我一個事實下的 我希望是那位廚師 在我們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能夠意外的 很奇跡式的出現在我的面前 讓我跪下來好好的 跟他道謝一起 如果是沒有達到 我也沒有今天 所以我期待說 這個人權活動 那時候我以為是只辦一年的 沒想到今年還繼續辦下去 我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我也很期望他們能夠繼續辦下去 一直到我們台灣這塊土地上 越來越少的所謂的流浪漢 也這個都要靠各位年輕朋友的努力 也需要能夠多多的支持這種活動 這種活動不是官方的活動 是我們私底下 我們自己私底下所做的一些事情 能夠替這塊土地做的一些事情 也能夠替這些被藏在暗角落的一些朋友們做的一些事情 讓他們有重新站起來的機會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認為的最有意義的事情 從我的故事發展到今天 我確切實實沒有意料到的事情 越來越多的朋友們 越來越多的朋友們 希望能夠辦下去 也能夠希望更多的朋友們能看到希望 也希望這塊土地是越來越好 各位同學有興趣的 各位年輕朋友有興趣的 都到城階城市議會去報名當自公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前輩 那我們今天活動會到這邊結束 那大家可能有問題還可以來問一下前輩 趁前輩還有時間趕快回來